快看这个老人的头上长出几个大包 其中后脑勺的那个是最大的 足足有500克左右 那么这个一斤的包是如何长上去的呢 老人又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原来老人性格很孤僻 在他年轻的时候儿子有次肚子特别疼 他连夜就将儿子送到医院 医院经过一夜的抢救 花了将近20万美金的钱 最终儿子还是离开了人世 当年的20万美金已经让这个家庭入不敷出 所以面对儿子的去世 他即使心里清楚就是医院给弄的 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再去打官司了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 老人对医生再也没有相信过 然而可能是心里的抑郁 再加上长期的一些生活环境 最终老人的头上长出这么多可怕的包包 李医生是一个流传中国基因的美国人 他得知老人的布时后 让节目组联系到了老人 最终在老伴的劝说下 终于来到了李医生诊所 之所以老人愿意去那个该死的诊所 就是他现在确实有很多烦恼 无论怎么睡觉都是非常疼痛的 乐观的老人骑着他的战车 却无法戴上头盔的时候 老伴流下了泪水 因为老伴知道这个战车就是老人的梦想 他多想有朝一日能再次踏上战车 带着妻子遨游着世间景色 为了自己的梦想 他走进了李医生的诊所 李医生得知老人的布时后 特地带着他到外面 好让老人忘记这里是诊所 果然李医生才是真的懂病人的 通过简单的沟通后 李医生开始对着老人的包 试探的按捏 由此他已经在心里勾画出一整套的手术方案 就连哪个开始用哪个型号的刀 都已经了然于心 麻醉之后 老人沉睡过去 李医生专业的样子令人肃然起敬 每下一刀都是万分的小心 因为只有他知道 头上有多少个血管 一旦错误那就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第一层打开后 看到了里面的肉流 果然这个肉流连接着脑血管 李医生必须先要将血管给绑住 免得切割的时候流血不止 之后就非常顺利 拿出一斤的肉流 这里就不需要探仔细了 够人吐一顿饭的量 老人清醒后还不相信 陪伴自己三十多年的老兵 就这样躺在手术盘里 李医生对老人说 先回去 等一个星期后再切除剩下的三个 李医生也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判断 因为老人年纪太大 如果脑出血太多 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连发反应 所以我们需要先观察一个星期 当老伴过来看到消失的肉流的时候 惊讶地说 太神奇了 李医生还特地给他展示了 肉流里面的恶惜的液体 又够人吐一顿饭的量了 老伴这个时候还不忘打去地对老人说 你想看看妾下的朋友吗 通过这个肉流流出来的液体 也证明一个问题 就是中医所说的 人体所有的肿瘤 都是人的痰液和淤血堆积而成的 确实如果让中医治疗 那肯定不用开刀 打通你的血管 让里面的液体能流出来 其实就会消下去的 所以小伙伴们 对待肿瘤 不妨试试中医哦 老人这下说出拿走肉流后的体会 你看我转头也不疼了 轻松多了 谢谢李医生 快看在李医生的帮助下 老人终于骑上自己的红色战车 戴上久违的头盔 戴着美丽的妻子 踏上没有遗憾的未来 给你说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B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 我会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案例 继续更新的 答 la 硬 管